选举造势会场突然想起浪漫旋律 台下一阵鼓噪令人摸不着头绪 每动时间十日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搭乘专机到蒙大拿州进行造势 途中先是碰上机械问题飞机转将出师不力 还传出造势会场公开播映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引起批评 加拿大歌后席林迪欧针对自己演唱会版MV被拿来造势使用声名怒批 川普团队从来没有取得授权 还不忘嘲讽到底什么场合这种选歌评委令人傻眼 Poll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Siena College showed a tight presidential race overall with no clear leader Harris leading Donald Trump by four points in three crucial states 民主党换败事件后结榜的贺锦丽声势扶摇之上 川普不想认输 但外媒最新民调显示考虑误差范围 两人支持度其实不想上下 9日贺锦丽及副手华兹现身亚利桑那州 也攻击川普智慧抱怨边境安全 却没有任何见书 年初美国跨党派推出边境法案 因为挺川派共和党人贝格抬死腹中 贺锦丽批评川普只会出张嘴 双边对抗逐渐白热化 不过另一边退选的拜登和夫人吉儿 这时却在达拉维尔海边悠闲滑手机晒日光浴和支持者自拍 各岸关火俨然成为有趣对比 下期新闻联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